由里林防災人员所组成的队伍 在地震来袭时立刻发挥功能 紧急将人员进行疏散 这时消防人员也立刻赶来救援 并且协助受伤的民众 进行紧急医疗服务 为了加强民众对灾害的应变能力 大同区公所举办地震疏散 与紧急安置演练 希望多一分准备就能少一分灾害 那今年跟以往不同的地方是说 我们第一次采用分区的演练的部分 加入了士林跟北投 我们总共动员人数有180人 那主要也是动员到里里之间 刚刚有看到我们有杨亚里的武理长 率领的他的领长还有防灾室 来协助我们来演练 主要我们演练的目的是 让基层的防灾人员 第一线基层的防灾人员能够熟悉 当灾害来临时如何来应对跟应变 才不会达到说状况发生 那没办法处置 演练的重点还有防灾公园的开设 包括受理登记灾民资料 发放生活用品 以及给予后续医疗协助等等 另外还设置了食物供应区 以及检疫冲找设备和帐篷区 并且提供灾民最重要的民生用水 让现场人员了解防灾公园的各项设施 我们分为地震 模拟地震灾地震情况 避难疏散的演练 模拟房屋倒塌 那如何来里长如何来疏散 里民之间来离开 那如何到我们的防灾公园的安置 那今天我们防灾公园跟渔网不太一样的是说 网例都是由各区自行演练 今年最大的差别是说 结合了士林北投演练的过程中 我们士林跟北投有分别资源了一些救济物资 还有主要是强化我们临近各区的合作关系 这是最大的不同 演练过程大约历经一个小时 从通报疏散救灾到安置 进行全套的演练 总共约200人参与 大同区公所希望透过地震防灾演练 提醒民众随时保持警觉 做好灾害应变的准备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